作为一个香港青年 我对于中央对于人大 决定要为香港的选举制度 进行一个完善 是非常高兴的 这个是香港急切需要的东西 画面中的青年叫黄熙华 是一名香港90后 2015年从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工作系硕士毕业后 他从事过社工行业 如今在一所学校中担任教职工作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 黄熙华亲历了过去几年 香港社会发生的动荡 2014年香港发生战中事件 黄熙华所在的港中大社工系 成立了工作坊 从学术层面调研社会议题 作为团队中少数站出来表明立场 反对战中的学生 彼时的黄熙华受到了同学的孤立与抨击 相熟多年的好友 甚至一度公开与他割席 自此断绝了联系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时隔五年 2019年修理风波期间 他在媒体上反对暴力的发声 让十年多年的同学 再度出现在自己的社交圈中 很多十几年没联络的旧同学 都喜欢出现在我那篇文章下边 边答我几句 原因是因为我不支持暴力的行为 在那篇报道之后 我就没有再在自己的Facebook 再讲任何政治话题 而我所承受的这些所谓的痛苦 只是狗牛一模 那几年 192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香港爱国爱港的人士来说 大家不想说也都不敢说 黄熙华直言 过去两年香港的爱国人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他此后较少在公开场合发声 但却一直坚持与走上街头的香港年轻人保持交流 他坦言 大部分同龄人过早地背上了重担 工资跑不过通胀 贫富差距悬殊 深层次社会矛盾得不到疏解等等问题 让一些青年人心生迷茫和不安 但他认为 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多了解学习 提升自我 而并非鼓吹暴力 践踏法律 在黄熙华看来 此次人大决定提出的爱国者治港 是加强香港青年教育的一个重要奇迹 那假若我们不是外国者治港的情况下 校长和老师 就决定了学生接收些什么呢 如果要解决他们对政治缺乏认识 他们对国家缺乏认识 国民教育必须要重新配置入去 学校的必修科目里面 你不去学 而你不知道背后的意义 产生了恐惧 你因为你自己的不安和恐惧 去怪责他人 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通俗些说 你读得书少 怪我 近些年来香港的社会动荡将青年教育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黄熙华认为香港教育体系中针对中国历史国家制度的内容 处于长期匮乏的状态 前些年甚至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香港的教育比例上 是大幅下调了 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的学生 没有教育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实行一个怎么样的制度 网上的人说什么 教育问题只能够解决的 在香港出生成长 在内地度过自己四年的大学时光 正因这段难忘的经历 让黄熙华更绝促进两地青年交流 增进了解的必要性 如今的他亦从一名学子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他认为除了鼓励香港青年多去内地交流 让年轻人从香港开始认识和了解国家的制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鼓励他们在香港开始 去了解我们的国家 在香港开始去认识我们这个国家的制度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是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你自己身处的土地的制度和政策